近年来 音乐综艺节目备受观众追捧 成为了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在众多音乐综艺节目中 歌手当打之年系列一直备受瞩目 不仅有着高水准的选手阵容 更是因为其独特的比赛模式和真挚的音乐表达 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 而最近 备受期待的歌手当打之年2022终于迎来了首播 不少观众为了观看这档节目 纷纷在周末的晚上宅在家里 陪伴着自己钟爱的歌手 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 就在歌手当打之年2022热度持续攀升的时候 另一档音乐综艺节目音乐园计划也悄然开播 而且在开播之前 就凭借着一组热搜词 成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一 热搜词引发争议 节目炒作手段遭质疑 在当下众多音乐综艺节目的激烈竞争中 音乐园计划以其独特的宣传手段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 但同时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节目的炒作手段 特别是开播前通过发布热搜词来预热的方式 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 每次节目开播前 制作方都会精心挑选一些热搜词 这些热搜词往往与节目中的明星嘉宾紧密相关 有时甚至直接涉及到明星的个人话题 这样的做法无疑成功激起了观众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使得节目在开播前就能收获极高的关注度 然而 这种炒作手段也遭到了不少质疑 一些观众和业内人士认为 这种做法有过度消费明星个人隐私和话题之显 可能会对明星造成不必要的舆论压力 此外 过度依赖热搜词来吸引眼球 可能会让节目的实质内容被忽视 导致观众对节目的评价产生偏差 例如 在最近一次节目开播前 制作方发布了一系列热搜词 其中包括某明星恋情曝光 实力歌手现场翻车等 这些热搜词迅速在网络上发酵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虽然这些热搜词确实为节目带来了极高的讨论度 但也有不少声音指出 这种炒作方式过于低俗 有损节目的品牌形象 批评者认为 音乐园计划作为一档音乐综艺节目 应该更加注重音乐本身的质量和传播 而不是通过制造话题来博取眼球 这种炒作手段不仅可能对明星造成伤害 也可能让节目的口碑受损 诚远来看 不利于节目的发展 面对争议 节目制作方也做出了回应 表示他们会认真听取各方意见 并在未来的宣传中更加注重节目内容的呈现 减少对热搜词的依赖 然而 不管怎样 这次热搜词引发的争议 已经为音乐园计划敲响了警钟 提醒着所有综艺节目制作方 炒作虽好 可不要过头 而在这一次的热搜词中 就出现了周深小丑竟是我自己这样一组词语 一时间 不少网友都被这组词语给吸引住了 纷纷猜测着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这样的猜测也为节目的开播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虽然这样的炒作手段能够成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但是也遭到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觉得这样的炒作手段过于低级 而且也会给明星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误会 并不利于节目的播出和传播 二 王子与周深互动引发热议 玩笑被误解 在最近一档热门音乐节目中 除了炒作手段遭到部分观众质疑之外 节目中的明星互动也成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 特别是在节目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歌手和音乐人需要通过互选来组成搭档 这一过程充满了紧张和期待 就在这个环节中 一段王子与周深的互动意外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当时轮到王子选择自己的搭档 他在阐述自己的需求时 特别强调了自己需要一个能够深情表达歌曲情感的歌手 当他的目光在众多选手中游异 最终定格在周深身上时 现场的氛围似乎瞬间凝固了 王子看着周深 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微笑 然后他突然开了一个玩笑 说小丑竟是我自己 这句话一出 现场的一些观众和选手都笑了起来 但很快 这个玩笑似乎被一些人误解了 网络上迅速掀起了一场关于这段互动的热议 有人认为王子的玩笑话是在自嘲 表达了自己在选择搭档时的紧张和不确定性 然而 也有人解读为王子是在暗示周深的某些特质 这样的解读让一些周深的粉丝感到不满 认为这是对周深的不尊重 随着讨论的深入 更多人开始意识到 这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玩笑 王子和周深之间并无恶意 事实上 周深以其独特的音色和深厚的情感表达能力 一直是音乐界公认的优秀歌手 而王子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音乐人 他的本意或许只是想通过幽默的方式来缓解紧张的气氛 尽管如此 这段互动还是被放大解读 成为了节目之外的一个热门话题 他提醒我们 在公众场合 即使是明星之间的一句玩笑话 也可能被外界过度解读 引发不必要的争议 而对于观众来说 或许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节目本身的质量和音乐人的才华 而不是过分解读他们之间的每一个小互动 毕竟 音乐才是连接所有人的共同语言 这样的回答一出 立刻引发了现场观众和网友的热议 有人觉得王子的回答十分幽默 也能够成功调动节目气氛 但也有人觉得他的回答有些不当 会给周深带来一些误会和伤害 通过后续的节目内容来看 王子与周深之间的互动其实是十分融洽的 而且两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并不陌生 之前就曾经合作过一首歌曲 所以这样的互动其实是出于善意的玩笑 也并没有任何恶意的成分在里面 三 节目炒作缺乏足够争议性 应更注重情感共鸣 通过这样的一段互动也能够看出来 其实在音乐综艺节目中 明星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如何来进行这样的互动 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认知 才能够避免给观众带来误解和负面情绪 而对于节目组来说 如何来利用明星之间的互动 也能够成功提升节目的热度和话题性 就需要更多的猜想和调研 不能够简单地依靠一些低级的炒作手段 就想要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相反 应该更加注重与观众的情感共鸣 通过明星之间真挚的互动 来给观众带来一些正能量和感动 让观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 能够感受到音乐所带来的美好和力量 也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和感悟 只有这样 才能够真正赢得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也能够让节目在众多综艺节目中脱引而出 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综艺节目的热度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当然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但是在追求热度的过程中 也需要注意一些细节和原则 不能够为了热度 就此以炒作 给明星和观众带来负面的影响 而观众在关注节目的 也可以对这样的炒作手段 进行一些批评和建议 让节目组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 观众的需求和期待 也能够在后续的节目制作中 做出一些改进和创新 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优质的音乐综艺节目 和音乐作品能够与观众见面 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喜欢上音乐 热爱生活 在当下的综艺市场中 各种类型的综艺节目层出不穷 而音乐综艺节目也因为其独特的魅力 成为了众多观众追捧的对象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道名为音乐园计划的综艺节目也悄然开播 备受关注的不仅有节目中的选手 还有一些音乐人 比如王子和周深 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在这样的互动中 王子的一句玩笑话 也给他和周深都带来了一些压力和负面情绪 但是通过这样的事情 也能够引起观众的一些猜想 让大家更加清晰地认识到 其实在综艺节目中 所呈现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一面 也需要我们有一双发现真相的眼睛 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中 能够看到更多如王子和周深这样的音乐人 他们之间的互动是真挚的 也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些启发和感动 让大家能够从中感受到音乐所带来的美好和力量 也希望观众在关注这样的综艺节目时 能够有一颗理性的心 不被一些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也能够给予音乐人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让他们能够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能够在音乐人更多的支持和声音乐 也不能够在音乐上越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